对用的理解的时候 我就想起中庸 四书里边的中庸 其实中庸的话 应该说是后来二成 包括朱熹 把他特别编 编在一起 实际上他体现了 整个儒家的 他修行的一个心法 因为您在介绍 这个儒家的时候 也讲到了 儒家他在用的层面 在心而下的层面 描述比较多 但他内在有一个 他纵向提升的 内在智慧途径 所以到中庸这个系统的时候 他基本上把这个 纵向的提升 给他提出来了 对 所以中庸 庸者用也 对 这个庸的话是一个庸 看起来好像我们今天体会 体会庸 感觉这个庸这个词 就是平庸 就是感觉好像庸是一个 特别没有能量 或者特别负面的一个词 实际上庸是个大庸 对 大庸以后大家觉得很平庸了 实际上它有大庸 对 你说空气 你说水 那太平庸了 可是他有大用 是的 所以这个用的话 那个大用怎么才能够 一直持续不断的保持下来 最核心的要有个中 对 如果他一旦便利中道 大用就没有了 对 就是小用了 对 这些小用呢 实际上能量就降低了 对 那就变成盗用了 那个盗就是盗取的盗 对 盗取以后满足的愿望 这里面呢 你师父说的这个特别妙啊 这正好就是那个昆德能量 昆德 和三维的呈现 高度和谐与当下 对 这种高度和谐与当下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纵向提升创造的充分且必要条件 对啊 如果你这个这个空间的能量只要是不和谐 只要他有他特出的一些能量属性的显化的分别的话 对 他就会有邪 他提升起来就是邪 是 只要是邪的 就是所谓的魔 是的 所以他保持这个中正 他这个中是代表只有以和谐的存在作为基础 他提升起来才是中正的 是的 所以中庸体现了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所以中庸这本书里边啊 他讲到这个 虽然题目叫中庸 但是实际上他在解题的时候啊 解的叫中和 中和 中是什么 他认为这是中是天地的根本 对 和是什么 和是达到 就是说你道在生活中要用出来的话 体现的状态是和 对 和的状态是什么 他讲这个中的时候啊 一般的生命状态喜农哀乐之未发的时候是中 对 就是人没有情绪 对 就是后天的这种 我们的人的分别心啊 情绪啊 这种低微的 对 这种能量 没有干扰高位能量的时候 那个状态叫中 是的 是的 那么开始有的时候啊 开始有这些喜农哀乐的情 情的时候啊 但他发 发来以后呢 如果能中结 这就是和 是 就度 对 把握的恰到好处 是 是 这就是您讲的 其实就是我们人和啊 在三维空间里边和人事物这些静的一种和谐 而且是个高度和谐 对 那当然和谐的时候 他的用就发挥出来了 对 而且您知道吗 这个 嗯 刚才你说喜怒哀乐 对啊 其实都是能量的偏性 嗯 你知道吧 对 只有在他的中间 嗯 他是他的中性的 对啊 这个能量 他不偏不移 只要在任何一个层次产生偏性 嗯 他提升起来 一定是邪 嗯 那他只要提升就是邪 所以他的 他是一个中性的 平衡的 对 这个中和的状态 或者叫和谐的状态 他提升起来 所以他是为纵向提升 嗯 创造充分且必要调整 对 而且这个中字在甲骨文里边 对 他是有两个基本符构成 嗯 一个基本符是中间 现在看是方块 其实过去他是个圆的 嗯 他是什么呢 是宇宙最基本的运动 方式全是圆运动 嗯 所以他是把整个宇宙空间的空时动变的运动规律 嗯 全部概括在这一个圆上了 嗯 然后他这一数是什么呢 嗯 在甲骨文里第一个 第二个符 就是一数 嗯 他是通延 上通通达 N为N趋于无穷大 嗯 下延到当下 嗯 所以他就把整个宇宙的横向的中 嗯 和 啊 横向的和 对 和纵向的和 对 全部包括了 嗯 到最后一定合于投影圆去 对 其他全是像 嗯 但是在各个层面里面都存在着这种 啊 不同的运动方式 是 的呈现 是的 嗯 所以这样的话中和就跟中庸 这个 嗯 他内涵表达的 嗯 他的高度契合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